如何接引更多年轻人来亲近佛教呢 我们来看到加拿大多伦多佛光山 日前是敞开了大门 接引当地天主教的学校师生 来展开寺院巡礼 而另外国际佛光会 多伦多协会旗下的分会 则是举办了佛学讲座 邀请到九位的青年来畅谈幸运大事 来自天主教学校高中生 开心走进多伦多佛光山 展开校外教学 不只参观各个殿堂 也坐下来欣赏佛教动画 还进到佛教五五宝藏馆 感受佛教艺术之美 透过丰富精彩寺院巡礼 对人间佛教有了初步认识 也学到许多课本上没教的事 我们今天有机会来到佛陀佛堡 学习和教育 现场和线上九位青年拿起麦克风 话说幸运大事带给自己什么影响 国际方会多伦多协会大决一分会 举办这场佛学座谈会 吸引十多位会员前来聆听 也受到青年们鼓舞 发心继续承担佛教靠我使命 从寺院巡礼到佛学座谈 多伦多佛王人张开双手迎接年轻世代 要建议更多人间佛教生理军 NV是加拿大多伦多 总和报道